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东风汽车一直是国产汽车当中比较领先的品牌 之前东风汽车一直是在商用货车领域发展 近些年也开始瞄准国产汽车的大市场 开始逐渐转型向家用车方面发展 而且发展的效果竟然还不错 之前推出的风光580更是得到众多消费者的喜爱 在销量方面是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不得不说风光580是真风光 但是今天小编推荐的这台车也不相上下 甚至跟风光580相比它更具风采 这款就是仲泰旗下的大麦X5 大麦X5相比汽车市场上别的汽车来说更时尚化 数码操作更流畅 更有人说大麦X5称得上是现在最新型的互联网汽车了 该汽车可以将手机跟车载系统进行连接 这样手机上很多的系统都可以在汽车上使用 真正实现了数字化生活 而且汽车定位系统也更先进的了 可以定位汽车位置 车辆不慎丢失也能很快找回来 再加上一些先进的设备 比如无钥匙开车定速巡航 自动停车等功能都可以很好的帮助用户 感受互联网人工智能带来的享受 更不用说车上还有完善的雷达系统 动能方面汽车也是很让人惊喜的 搭载1.5T的发动机 功率也是150马力的功率 自动挡和手动挡都有 给了用户更多的选择 价位方面也是很实惠的 SUV的车型再加上很时尚化的设计 9.99万之间这样的价位 应该会有很多人选择 这样的性价比也是很多年轻人可以接受的 相信这台车销量方面 可以有很好的成绩的 你怎么看呢